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54集 夏小兰觉得自己上辈子没啥姐妹缘 这辈子也是 上辈子表姨的女儿不喜欢她 这辈子夏家那两个人不用说 今天见面的表妹梁欢态度也挺醉 面对梁欢不怀好意的询问 夏小兰很坦然 是啊 我现在住舅舅家 谢谢舅舅能收留我和我妈 确认了夏小兰真是寄人篱下 梁欢有欢喜 也生起新的疑问 寄人篱下还穿得这么好 是舅舅家太有钱了 还是这个表姐真的和传闻中一样 作风有问题啊 梁欢更倾向于后一个可能 毕竟舅舅刘勇就是农村人 表姐也不是舅舅亲女 这个家一看就很穷 哪能供着起表姐穿衣打扮 梁欢有点嫉妒夏小兰的穿着 衣服和裤子不说 脚上踩着的肯定是真皮靴子 一双冬天的皮靴子 咋说也要几十块钱 梁家也能让梁欢穿得起这样的皮靴 但梁家是啥条件 乡下表姐凭啥能和她相比 表姐 我听说 梁欢 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年纪不大 岁这么岁 哪里有好女孩的教养 梁炳安一生气 梁欢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刘芳心疼得要命 搂着已经十六岁的梁欢 梁炳安一直红 别哭别哭 别听你爸的 夏小兰趁机找了借口 乙父 我再给您端牌点心来 梁炳安正觉得女儿丢脸 看夏小兰如此有眼色 也松了一口气 和颜悦色道 你去帮忙吧 我看今天家里不少人吃饭 一会儿我叫你小姨也来帮忙 夏小兰把堂屋的门带上 不啥苦啊 罢过年的也不嫌晦气 再说 还有村里人在呢 夏小兰不想人家看热闹 说闲话 懒得和小姑娘争吵 她和梁欢都六七年没见面 梁欢的恶意 来得莫名其妙 总不能一付梁炳安 多和自己说几句话 梁欢就要吃醋吧 那夏小兰只有离这家人远一点 刘勇在屋檐下抽烟 她对刘芳也挂念 但兄妹俩单独相处 总要吵架 妹夫梁炳安总是高人一等 刘勇这农民大舅哥 很有眼色 无趣讨人闲 你咋出来了 大过年的 夏小兰不能叹气 我把小表妹给惹恼了 这些城里小姑娘真难哄 哄啥哄 你就比梁欢大梁岁 她被你小姨灌坏了 不用理她 刘芳和一般人还不同 大部分人重男轻女 她是重女轻男 对儿子梁宇也心疼 却没有心疼梁欢多 刘芳还不像张翠和夏长征 心疼夏紫玉 是因为女儿能带来荣耀和利益 刘芳是觉得自己小时候啥都没有 嫁给梁炳安过上好日子 她就要给梁欢 自己曾经没有的物质享受 宠着惯着 梁欢从小就像个骄傲的小公主 刘勇就看不惯 刘勇其实也挺偏心的 从前的夏小兰也不懂事 她就不计较 到底还是梁欢难得见一次 夏小兰这个外甥女儿 却是她看着长大的 也不晓得你小姨突然回来干啥 我不知道 不过小姨对我妈离婚的事 一点都不吃惊 他们一家应该是早知道了 刘勇点头 也不奇怪 你小姨家就在林县 可能是从谁口里听到了消息 刘勇说着又挺生气 和她不来往行 这几年刘芳都没回来给父母上坟扫墓 刘勇对这个小妹意见很大呀 梁宇跟着涛涛在外面疯跑 刘芳一家人居然只有十一岁的良宇最接地气 厨房里陈大嫂也在对李凤梅说着同样的话 嗨 这刘芳咋又回来了 我还以为她真要和你们老死不相往来呢 嗨 瞧我这嘴 毕竟是亲兄妹 打断骨头连着筋 之前的不愉快就不要计较了 李凤梅心里有个疙瘩 却不能让外人看热闹 笑着说道 那也是偷偷的爸之前 挺浑着 小芳和她吵架不算错 我早就惦记着这个小姑子 今天这顿团年饭 有了她才算是团团圆圆 恰好刘芳被丈夫再三催促 悟竟不愿来厨房帮忙 听到大嫂的话 刘芳的心才算舒坦些 我那时候不是急吗 别人的娘叫得红红火火 就我哥 整天闲着不干事 算了 以前的事不说了 嫂子 有我要帮忙的吗 哟 这可是稀罕事 刘芳从前回家都是教课 别说帮忙做饭 连扫帚都不会摸一下的 因为李凤梅是二婚身份 嫁给刘勇 刘芳对她这个当嫂子的 向来不太尊敬 今天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村里人打着圆场 李凤梅和刘芳也算一笑闽恩仇 都没提曾经的矛盾 刘芳向来寡言少语 在那里给土豆削皮 刘芳凑到她身边 二姐 等吃了饭 我们俩好好聊聊 她还挺可怜二姐的 嫁了个混账男人 整天在婆家受气 不过原本还能对付这把日子过下去 现在却是和夏大军离婚 带着女儿住在娘家 刘芳和李凤梅今天要干活 厨房里油屋那么脏 两人做饭都没穿新衣服 刘勇要杀鸡宰鱼的 也怕血溅身上 家里就只有夏小兰和滔滔一身心 刘芳没瞧出来 娘家兄姐日子过得不太一样了 对刘芬就有居高临下的同情 她男人梁秉安 非说旧兄家条件好了 刘芳不信 可能日子过得比几年前好 不是说分田到户了吗 农村日子肯定有改变 不像前几年代客都要到邻居家借一只鸡来吃 今天的菜色还挺丰盛 别是打中脸充胖子 攒点钱都花在了过年这一顿上吧 厨房的桌子上堆满了做熟的菜 几盘鱼 一大盆羊肉烩面 好几个大猪肘子 还有胡萝卜烧的牛肉 酥肉炸了一盆 用面粉裹着的小鱼炸了一盆 馒头是用大蒸笼装的 刘芳估计了一下这份量 咋说也有四五桌人 她娘家啥时候请客 有这样的规模 穷得想叮当 过年时有个肉菜就不错了 还能请四五桌人吃饭 好几十个人的饭菜 还是大荤肉菜 一顿饭下来 怎么着也要花一两百块 刘芳面色古怪 想到夏小兰穿一身新衣服 她有个猜测 二姐 今天总不会是小兰订婚吧 一屋子人都莫名其妙看着她 刘芳抬手把头发比到耳朵后 那张脸和刘芬比起来 保养得真不错 我这个当姨娘的 连外甥女订婚都不晓得 二姐 你也太不把我当一回事了 刘芳一脸控诉 刘芬一脸茫然 订啥婚呢 莫名其妙 陈大嫂也急了 哟 你家小兰今天订婚 男方是谁啊